靠负质粘贴就能做好自媒体 从此以后呢 再也不需要写文案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移动下面的时间轴 就能看到各大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移动到元朝 就能看到整个元朝所有的历史事件 那么这些重大事件呢 都是根据时间进行一个排序的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沉积诗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关于沉积诗函的一些热门话题 比如沉积诗函为什么能获取 那么大的成就呢 沉积诗函攻下大半个欧亚大陆 怎么独独不取印度呢 那我们随机点开一个话题 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话题的 完整的一个文章 这个就是我们做自媒体的文案来源 这些里面的文案 可谓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 涵盖了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 从史前文明到商夏西州 春秋藏国 再到秦汉三国 贵近南北朝和唐冲元明清 每个朝代都有数不清的历史事件 那每个事件下面呢 都有关于这个题材的热门话题 每个话题都有专属的一篇文章 可以说涵盖了所有关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热门话题 如果你不想写中国历史 那么除了中国呢 那这里面呢 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 都有详细的记载 比如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等 这里面可写的题材啊 可以说是非常广泛了 那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个历史的自媒体账号 然后呢参加平台的激励计划 专门用来做各个时期重要的历史故事 可以采取文案加混检的形式 文案呢 已经有现成的了 那么视频画面呢 你就可以去找相关的电影 然后进行一个混检即可 那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 到底赚不赚钱呢 事先说明 我这里并不是在教理轻松的约入过外 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个方法去进行操作 坚持下来 还是可以取得一份不错的收益 这是截止到5月24号的一个情况 那昨天的播放量是在29万 粉丝的数量呢 是增长了550 那平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收益呢 昨天是有1681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近三十天的一个收益 那除去23号有800多的一个收益之外呢 其他的收益是 都是在900到1000左右的一个收益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平台给我的一个流量激励 那我在上面投入的成本呢 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发的视频的内容 我这个账号是做一些历史的新闻资讯类的视频 发的呢 都是一些历史的纪录片 这些视频呢 都不是我拍摄的 是我通过剪辑一些历史纪录片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解说 那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怎么样 这个视频不困难吧 那我们在B站或者 今日头条这些平台 发文章或者视频 根据阅读量或者播放量呢 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应的收益 那感兴趣的朋友 但是没有方向的朋友呢 可以给这个视频三连 并在下方评论一个学习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整理的一个自媒体的运营教程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实操演示一下 怎么去注册一个 可以赚钱的自媒体账号 首先呢 我们要下载一个今日头条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不要下载今日头条的级数版 因为今日头条级数版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下载今日头条之后呢 我们打开今日头条 点我的 然后点击这个个人主页 这里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用户名 衔接背景图 生日地区等这些信息 都填写完上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有一个用户名 如果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我们就改成某某自媒体运营 如果是做影视剪辑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某某影视剪辑 某某看电影之类的 让用户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看到剪辑 我们剪辑要写清楚 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接下来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有一个实名认证 然后这里有一个申请认证 我们点这里 然后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实名认证了 然后只要我们完成 这个实名认证就好了 下面这些呢 等我们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之后呢 再去认证 再去了解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 看到有一个创作中心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这里就会出现 数据助手 收益提现 还有创作权益 我们看到这个创作权益 这个创作权益呢 我们刚开始注册的时候 都要去开通 然后这个文章原创开通的话呢 它才会有收益 是原创才会有收益 如果没有开通的话 那即使你发布的视频 也是没有收益的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些其他的权益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就教大家如何去发布视频 我们看到这下面有一排发布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发布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选择 微头条 文章问答 视频直播 这里呢 我选择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然后这边选择一个视频 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添加封面 然后将以下资料填写好 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 就是我们的视频 一定要是一个横平的比例 是16比9的一个比例 还有最好 就是选择超过一分钟的视频 这样发布的话呢 才会有收益 就是这个原创内容 一定要点它 然后点击原创 这样才会有收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参加活动 我们可以点它 选择一个与里视频相关的活动 选择参与 然后再将标题 简介和封面都填写好 我们再去发布就可以了 怎么样 还是很简单吧 如果你也想做自媒体 评论区扣一个学习 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免费分享一节 时钞直播 这里面呢 是有很大的机会在 了解 去认真执行 赚到钱 才是真正的王道 我会免费